南陵村 南陵村一个层是躲在大山褶皱里的空心村 如今的它却叠变成为鲜花盛开生机勃勃的民宿村 三十六条在此地功不可没 那么在三十六条实施的九年时间里呢 南陵村是一个层次躲在大山褶皱里的空心村 南陵村的党支部书记张正辉也是一同见证并开明其中 张书记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张书记请您简要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三十六条小微权力清单在南陵村的实际运行情况吧 村级小微清单三十六条实现了村级权利 权福感 现在还是村里的重大决策 都需要经过五一决策法 真正做到将小微权利装进龙子 村盖部的规则意识更强了 做起工作也更有信心 接着我们村的社务管理必须公开透明 村里的权利事项在阳光下进行 村民不仅仅是村屋的咨询者还是村屋的阶读者 这样一来村民外市必须更加方便 跟村外部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融洽 三十六条小微权力清单在南陵村的话 都产生了哪些的魔法 让这个村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三十六条的推动下 我们南陵村 村长整治环境 与乡村旅游相结合 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美丽的蜕变 现在我们村内有四家省级营述 南陵舍 花园里 南山南 桑里云烟 多部 月圣带 村落 和天亮八 吸引了多部运贴到南陵村来取景开设 在我身边的就是南陵舍营述 我们进去感受一下吧 黄老师 我们知道在三十六条小微权力清单的这个推动下 南陵村呢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民宿村 那您作为民宿的主人 您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吗 与以前相比 我们这种三十六条条例下来以后 它这个明确了 各个村级的办事的流程 特别像我到这里来办民宿 当时没有来自觉 我是很多的顾虑的 但是三十六条实施以后 我发现呢 像我们这个这民宿的前级的准备工作 比如说房屋的租人啊 我们被评为国家以及民宿 条例 他村里面的集体经济 这方面的一个租借房 先租人给他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有这么一个场地 所以这是政策 三十六条的那个居民的村民的这种 谁才的那个落实啊 也是这种风险啊 你真的对他的后顾之忧啊 这些呢 都能够很清晰的把它排列出来 所以对我们民宿一个很大的城市 除了三十六条小微权力清单 绘做了乡村治理的顶色 象山村民说事制度 也是宁波最具影响力的 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之一 那么位于盈州的承阳村 便是我们本期的第四站 该村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德制文化 为乡村插上了艺术的羽翼